对今天我们讲的是如何开始作为一个listing agent 怎么样的开始 因为很多同事可能觉得 哎呀我刚拿到牌是比较新 可能买的还没做就不要说listing了 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就是当你拿到牌这一刻 你应该想的就是作为地产经纪 终极目标就是要成为listing经纪 因为通常他们说是listing就是这个地产 the name of the real estate 就是只有你有listing的时候 你才会有客户 因为很多listing通常你可以同一时间 可以有一个星期之内 你可以同时hold着四个listing 因为listing你放上来之后 买家经纪会来看 然后你只需要去回答问题 收offer 对于做买家经纪来讲 可能同一时间一个星期 如果有两个客户 你都已经是非常忙碌了 所以呢我们就是通常就是希望 一开始的时候 比如做这个刚开始拿到牌照 我们是以做这个出租为主 因为出租呢它是比较轻松 没有太大的难度 出租这个做了一些之后 你会学到整个做经济的所有流程 怎么搜索 怎么预约 以及怎么样的去看房 怎么样的下offer 整个这个流程 然后呢再开始慢慢的去做一些这个买房的 但是在你拿到牌照的这一刻起 很少有人会告诉你 这个时间你应该是准备做一个listing agent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人也不是很多 只有六个同事 如果你们能够就是按下面我教的方法去做 而且听了理解了真的去做了 可能在九个月之后 就可能在年底之前 你看一看你的结果是如何的 因为很多人可能就是不知道到底怎么开始 所以就没有一个方法 那我们今天呢就会把这些就是最基本的一些方法 给大家一起来讲一下 今天的内容呢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些 第一个是怎么样子开始 你的一个listing的farming 第二个呢是listing farming的区域的选择 第三个呢是listing的表格的一些 我们快速过一下 至于最后的两个我们可能会不会去讲 因为今天时间我们会限定在两点结束 所以大概在1点45分或者1点50分 我们就结束了 因为今天那个天气太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给大家时间 去享受一下春天的阳光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说 直接开始主题 第一个怎么样子开始你的listing farming 如果可以记得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 如果你记忆力特别好 不需要去记 那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通常呢就是会讲 listing是从哪里来的 或者是买家的时候 你的客户从哪里来 因为我们做地产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 没有客户就没有生意 没有客户 你就没办法去找房子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说 这个你的客户从哪来的 从我们今天开始讲listing来讲 你的客户第一个客户是从你认识的人 就是你的朋友 你的认识的那个人 所以建议大家第一步 大家写下来 就是把你的手机 微信 Facebook 或者是其他的social media 所有的联系人 把它收集到一个地方 收集到一个 如果你喜欢用这个word 而不是word Excel来管理的话 可以放到Excel里面 或者是其他你认为 对你自己最有 有效的一些管理 并且跟踪客户的一些工具 其实最早的时候 我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我当时就去亿元店买一个本子 拿着一个本 天天就是记下来 我手机联系人 今天我打给五个人 从A到Z开始 A里面找到五个 记下来打给他们 可能很多人会说 挺好的 你做地产的 有时间会给 有买卖的话找你了 其实不管怎么样 我们就是要跟人联系 第一个 listing 潜在的listing 是从朋友开始的 我们公司有一个新的同事 现在还在注册 但是他就已经 开始积极地联系 他所有的认识的人 我那个同事没来 他昨天的时候 就约了一个 他认识的一个 很早以前在餐馆打工的 一个认识的人 结果问了之后 他说 刚好他们家要卖房 但是因为同事比较新 所以很多事情不确定 所以昨天他就 跟我 就是跟他 跟他朋友 跟我一起 我们约了一个zoom meeting 聊一聊 怎么样的去卖房 所以这都是 很好的开始 所以大家 拿到牌照的时候 记得我们要去用 如果不用的话 每一年 一千八的费用 浪费了 所以第一步 找一找 手机联系人 找到之后 从今天开始 如果可以的话 就要开始联系了 每一天你给自己 一个小的目标 比方说我只联系五个人 就够了 很容易完成的 然后把这个名单 记录下来 你会发现 如果一天五个 十天五十个 一个月 三十天就一百五十个人 一百五十个人 如果还找不到一个人 能够去约看房的 那这个也太 我觉得这个也太 你的运气也太差了 应该一般是五十个人 就会有一个几率 会去 有机会去看房 预约去看房 这个几率甚至会更高 所以第一个 从朋友开始 这个不光是我们讲 如何做listing的课 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去找客户 开始自己生意的课 因为很少有公司 会来介绍一下 怎么样的去做这个销售 怎么样去找客户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这是讲一些基本的 比方说是这个 技术方面的培训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是技术和销售 同时配合在一起 好 第一个 记得 从朋友开始 认识的人 开始 今天就动手 如果你今天不做 我保证你 可能未来一星期都不会做 两个星期也不会做 所以很多事情 决定了就要做 第二个是从Farming Area 因为你的朋友是有限的 可能有的人是一百两百个联系人 很快一个星期就打完了 两个星期就打完了 然后呢 你没有再也没有人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考虑的是 在朋友开始的同时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 Farming Area 这个Farming的意思就是 字面上来讲 它是叫耕种 但事实上是我们 比喻成为一个 我们去做生意的一个区域 因为很少有人 会被叫到说是 拿到牌照之后 先去找一个区域 很多人都会觉得 哎呀 有人买或者有人卖 就先做 那么我们有一个长远的规划 这个规划就是至少是 两年以上的一个规划 我们叫Farming Area 这个区域呢 你可以给它发Flyer 可以去敲门 可以去打电话 也可以去这个做一些这个 其他的 比方说社区的一些活动 能够让他们更多的去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叫陌生市场 陌生市场是无限的 熟人市场是有限的 然后最下面呢 我们是通过一些 如果你很幸运 你自己买房 或者你有朋友买房 那么你拿到listing之后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去向周围这个社区的人 去印一些just list flyer just sold flyer open house flyer 通过这些flyer 可以帮助你 去把你自己的这个品牌 在这个附近的社区给打开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 别人就是看到 这里有一个房卖 而且你发的这个just list flyer 他们也可能会卖 会来找你 所以这是基本的原则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会举一个例子 两个例子 就是我在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的一些最初的一些经历 跟大家是一样的 因为我当时08年开始做的时候 也是没有认识很多的人 所以就从所有认识的人开始 这个屋主呢 就是当时是认识他 以前在打一份part time工的时候 跟他认识 认识之后呢 我们就没有怎么联系 一直到做了地产之后 我才打电话跟他去联系 联系之后呢 他说哦刚好 我一个房子卖了一年 07年卖了 没卖掉 现在我还想卖 你能不能帮我 我说太好了 这就是生意来了 所以这就是做的第一个listing 尽管这个listing 做起来就很困难 但是我也花了很多时间精力 去帮他去做 帮他准备 最后呢就是 也是挺幸运的 就是很快就帮他卖掉了 所以整个过程就是只有你做的时候 你才会了解中间的一个程序 具体的细节我就不讲了 关键点就是通过你认识的人 可以跟他们联系 找到潜在生意的机会 拿到这个生意 可以去把这个生意 再去给周围这个社区去promote你自己 然后拿到更多的生意 这个呢我就当时把它拿到之后 listing是第一次做 show offer是第一次收 然后呢这个买家的经济 当时我这个故事也是很有意思 因为他也是第一次拿到牌照 也是第一次下offer 所以我们都是很认真 很谨慎 而且尽力地帮我们双方 自己的客户争取 最后都达成了 卖家很高兴 买家也很高兴 我们两个经济呢也很高兴 因为我们是都是第一个地友 然后去到第二个了 第二个listing呢就是在 这个第一个listing的附近 然后呢我觉得附近 这是有一百多户人家的一个正午 townhouse 然后我就开始印了flyer 印了5000份 然后每天呢就花15分钟 去发这个flyer 15分钟 100多户人家 基本上是 不用太敢 就是跟锻炼身体一样去走路 就可以发了 如果是有的时候天气太热 真的是发一半 你就不想走了 太热了 如果天气太冷 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哎呀太冷了 在外面掺一会就难受 但是呢 只要你坚持 我平时坚持两个星期发一次 发了半年左右 一直没效果 因为这是正常的 不可能你发个flyer 别人就说哎我找你买房 不可能的 因为它是需要时间 所以呢这个listing就是当我发了超过半年以上的时候 八个月左右的时候 然后 然后就是有一次 我还是正常一样发flyer 那是夏天的时候 突然间下那个暴雨 然后我就在这家户的门口 刚好他们的车库门打开的 他就叫我进去了 闭雨 然后跟他们聊天 聊天的时候问他们 问你有没有收到我的flyer 他说有啊 我说你们怎么处理啊 他肯定是扔掉了 他当时又没考虑买房 拿到每天都有 就扔掉了 所以当时跟他聊一下 聊完之后 后来这个 也就没有 就继续雨停了 我就继续去发了 发了之后 在一个星期六接到他们的电话 他说 上一次我们在车库聊过 刚好呢 我们现在考虑卖房 你能不能来帮我们看一看 我们问了 我们之前的经济 还没有决定是找谁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个listing我就拿到了 这是第二个listing 而且当时市场 已经开始抢offer了 所以这就是 如果你在一个区内 坚持不懈的去做 不要一味就说 是我发一次两次 就会有效果 如果发三次四次没效果 我就不做 那这样的话 还是不要去浪费这个钱 但是建议的就是 第一 市场不要太大 这个区域不要太大 因为区域太大的话 你那个收钱的速度太快 第二个 就是能够在这个坚持 长期的坚持 等一下我们会告诉你一下 怎么样的去做 做什么 然后这个就是listing上来 然后我就马上就发 just list flyer 周围的邻居可能经常看到 我的flyer看得都烦了 但这一次突然间看到 这个人竟然真的拿到listing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关注了 所以我发just 就是open house flyer的时候 很多邻居来 尽管不认识 但是他们好像跟认识的别 都挺久了一样 他们说就来看看这个房子怎么样 问他们是不是想卖房 还是买房 他说不买不买 我们就想来看看热闹 所以这就是 看到你的时候就很熟悉了 因为你已经发了这么多次 然后他们对你来讲 头脑里面 我们叫他manda sharing 就给他们有一个印象 然后后来第三个listing 这个就是在这个区 有一个是 有一天 当我把那个 刚才那个listing just sold flyer发完 刚发完 就有人打电话来 他说他看到我just sold flyer 他觉得我在这个去卖的房子不错 问我能不能来帮他看一看 然后他要卖房 我说 我说太好了 我说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机会 然后就跟他约了时间 约了时间之后去看 看的时候 当时这是我 去的一个 一个黑人 就是当时我在去 跟他见面之前 当时我犹豫了一下 因为他当时在释迦宝 office 我在想 我说到底要不要 去把这个fly 把这个listing agreement 打印出来 也许他只是问一问 后来我 我就是记得有一句话 就说任何时候都要准备好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时候这个offer会来 所以当时我就把listing agreement 打印好 所有的表格准备好 去见这个客户 见了之后 他就 跟他打招呼 寒暄 然后他就说 第一个问题就问 你怎么样的去marketing我的房子 我当时我觉得肯定他会问的 所以我把我所有之前做的一些 关于之前卖 卖的两个房子的flyer 卖的两个房子 在报纸上登的广告 因为我希望如果大家 你真的去花钱登广告 在报纸也好 杂志也好 在任何地方登广告 你记得把这个广告剪下来 或者至少要保存下来 因为当你见到一个客户 要卖房的时候 他会问你 你在哪里marketing我的房子 所以我把这些信息 打给他之后 他看到有 不同的报纸上有 不同的杂志上有 而且有这个open house的这个 卡 而且还有这个feature sheet 还有在YouTube上 也做了很多视频 所以他就很满意 下面一个问题 他就问 你的commission多少 后来我就跟他讲 就是因为毕竟刚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很怕提这个commission 总是会觉得太高 别人会不接 总是想越便宜越好 但事实上不一定是的 所以我跟他讲 我说my brokerage standard fee is 5% but anyway this is my marketing area I rather give this neighborhood 4.5% this is my brokerage fee 就是我会把它转移到 不是我的commission 其实这是我们 on behalf of公司 是代替公司来签这个listing 所以如果他要说 你佣金收多少 那这个时候就好像变成了 你跟他之间的一个 一个谈判 所以我会把这个转移到 是brokage fee 永远brokage fee是没错的 不要提commission 因为commission 他也有点感觉有点太失利 他尽管知道 他问你的commission多少 但是我会跟他讲my brokerage fee 就是公司 我代表公司来帮你做这个listing 那么这个费用呢 我会 因为公司通常standard是5% 那么这是我的marketing区域 那么我会尽力争取 拿到4.5 可能有的人会 也会因为这个费用太高跟你谈 但是他呢 没有说任何话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他也没说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 后来呢 我就想邀请 就是永远就是invert action 所以我就问他 我说shall we start a paperwork 他说是why not I'm waiting 所以整个这个listing presentation 连5分钟都不到 大概就是4分钟吧 他就说是文件我已经准备好给他签了 所有东西签完可能是7分钟 就签完出来了 签完之后我就开始出来 就准备listing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第三个listing 然后这个listing listing出来之后 我就会在这个区域做广告 也是just list a flyer 然后在报纸上登广告 在这个网站上登广告 然后在这个 很多这些公司 见到经济的时候 跟他们去宣传 让经济带他们的客户有机会来看 去尽力推广 最后呢 做open house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夫妇他们进来 进来之后 他们说 这个房子挺喜欢的 问他们有没有经济 他们说没有经济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自己又做了listing 又做了买家的 在这个买家来之前 做了很多次open house 其中有一个open house的时候 也是一个母女 两个人 他说他的女儿很快就要生孩子了 他们想买这个房子 我说可以的 我可以随时帮你们 如果没有经济 我随时可以帮你们 他们没有经济 但是呢 他说他不喜欢 不喜欢有管理费的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刚好我公司不远 而且当时已经三点四十五分了 我说 我跟你们一起来到我的公司 然后我马上就帮你找 所以当时就很快帮他找了 没有管理费的 价钱稍微高一点 但是他们也很愿意 当时看了之后有兴趣 就下offer了 所以就是 这是个listing 是做了一个double end 然后呢 是帮有一个walk-in的一个客户 帮他买了一个 另外的一个没有管理费的 但是价钱还是稍微高一点 他们没问题 所以这就是已经 又一个deal 然后呢 这个业主 这个业主呢 卖家这个卖完之后 他问我 他说 能帮我去找房吗 我说可以找啊 然后他说 问他在哪个区域找 他说他希望在 Funch和那个morning site 然后我当时记得 我跟他谈话 就是问他 我说Funch和morning site 这个区域 不是特别的好 你们知不知道 然后这个人呢 他说 他知道 因为他从小在这长大 他的妈妈住在附近 所以他现在想搬到附近 让他妈妈帮他照看孩子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 又帮他找了一个 在Funch和morning site 附近的一个房子 和Sherper 差不多 在Sherper和Funch之间 因为当时问他们家 有几个人 他和他男朋友 还有一个小孩子 刚刚出生 结果呢 帮他看这个房的时候 问他男朋友的名字 他男朋友叫 CHAD Chart 所以呢 我当时找了好多个房 其中有一个 一看 这个有一个Chart 刚好是他男朋友的名字 当时就没有准备 打算把这个房子 加进来看 但是后来还是 想一想加进来了 因为我看这个状态 不是很好 后来看完之后 是最后一个看的 问他 我说这是 可能状态不是很好 你不一定要考虑的 他说没问题 刚好他男朋友 是做装修的 所以他就买了这个房 所以简单的总结一下 就是通过你的Farming Area 你可以去坚持不懈的去做 你会 我自己的这个经历 就是做到 第一个是Double End 大概是 因为当时价钱比较低 总共4.5个Percent 两个Percent Listing 6000多 两个Percent 2.5是Corp 7000多 在Open House 有一个Working 那个进来 买了另外一个房 大概进1万 然后买家 卖家 他又买了另外一个房子 是7000多 所以总共在这几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就 有拿到了 3万亿左右 当然这个跟现在来讲 已经是不是一个 很大一笔钱的 但是当时其实房价低的时候 应该也是一个 很可观的一个数字了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些 知道就是有Listing了 你永远就会有客户 如果没有Listing了 制作买家很难 当这个做完之后 你要找下一个客户 不知道在哪里 好 我们继续往下面 因为今天时间会比较紧一点 刚才这是一个故事 给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这些Listing的一些经历 下面我们就是地产经济 我们其实是两个方面去做的 通常一边就是Working with buyer 永远就是两边 一边是Buer 一边是Seller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通过Buer或者租客 慢慢地适应了解这个市场 然后做一个Seller方面 开始有一些计划 这些计划 一个是通过你认识的人 找一些地友 另外一个呢 就是通过Farming Area 今天我们通过这个Farming Area 主要是讲这个 如何开始做你的Farming Area Farming Area 通常你要考虑几个事情 第一个是时间 是多久 因为我们所说的两年 一年到两年 是一个最基本的 所以如果你考虑 这是试一次的话 这样最好就试都不要试了 因为这样试的几率 通常都是 都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所以最少有两年时间的一个时间 你给自己在这个区域内 去做这个Area去Farming 第二个你要看一下你的预算 因为很容易很多区 就是一千两千户人家 你要算一算一个月 发一次或者两次Flyer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广告 就是你这个费用 大概需要多少钱 根据这个费用 不要超过自己的预算 一般的费用呢 广告费用是自己收入的10% 所以如果你打算 比方说明年 今年假如说 打算是10万块钱 那么你可能要拿出来 1万块钱 作为广告费 Marketing fee 这1万块钱 看怎么样的去分配 找到一个区域 最后呢 就是通过这个结果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到底会 能够拿到多少个listing 现在我们去到第一个 listing区域怎么选择 这个选择呢 通常就是很多人 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很迷茫 不知道怎么选择 那么有几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 当前listing的区域 因为有些人可能 同时刚开始 帮自己卖房子 或者帮朋友卖房子 那么这个listing的区域 你可以在这个附近 找一个几百户的人家 然后刚刚开始 这是最快的 通过你的listing的区域 当然也有一些listing的区域 可能会比较远 也许你有认识的人 在密沙加卖房 在New Market卖房 比较远 那是没有关系的 你可以通过了解这个区 然后知道这个区的市场 选择一个 不是太大的一个 就是farming area 因为你的farming area 可以不只是一个 如果你有 刚好认识的人 比方说在密沙加卖房 你可以在附近 一千户人家以内 做一个farming area 长期未来两年一直做 另外呢 可能你自己比方说是在 New Market这边住 那么你可以在New Market这边 自己住的区域附近 也可以做一个farming area 因为你每天都回来 而且你知道它的学校 社区交通 购物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然后选于这个区域来做 还有一些呢 是从一些新的 刚刚建的新社区 因为新的社区 还很少有经济进来去做 那么它会比较少的竞争 然后呢 下面的一些 就是比较有点挑战的 就是去一些 城市以外的地方 比如说小镇上 小镇上的经济会非常少 那么小镇上面的 一些挑战也比较大 因为它的转手率 可能会比较低 另外呢 房子的类型 可能会比较复杂 所以这就是一个 建议 就是因为如果你住的 就是离这个城市比较远 不是在市区内 可能住的就是比较 郊外的地方 你可以选择一下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还有一些呢 通过小的一些builder 他们可以拿到很多listing 这些listing呢 通常很多builder 为什么会给listing 是给予你自己 过去跟这个builder 成交的一些历史 我们有一个印度的经济 他帮一个builder买了 好像有带了十个客户 去买他的房子 结果这个builder 就给了他两个 是townhouse的listing 让他来买 当时他什么也不知道 他又问我 怎么listing啊 用什么表啊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你帮这个builder 做足够的 多的买家的时候 他会给你一些listing 还有一些的是银行的 因为如果假说是你 认识一些银行的一些人 那么他们会给你一些银行 拍卖房 power of sale的listing 也是有机会的 我们区域找了 找了之后 下面我们就开始计划 怎么去 在这些区域内开始 第一封信呢 希望大家去做一个特别的 叫通知 notice letter to your farming area 因为我们可能 每天都会收到 很多信箱里面的信 有些信呢 都会是postcard 或者这个经济说 是number one 或者是金奖 或者什么 但是你很少会收到一封 信在信箱里面 这个经济会介绍 就说是 你名字哪个公司的 我会在这个区域内 画一个地图的区域 是你的farming area 如果你有任何地产交易 的一些问题 都可以随时来咨询你 不一定就说是 买卖房屋 才会咨询你 就说你会 等于是在这个区域内 做一个这个区域内的一个 是你的区 它没有任何问题可以问 当然呢 你还需要留意的是 去写一些写一些字 这些字呢 就说是 意思就是说如果 别人问问你问题 或者你不是有意的 去抢别人的客户 如果他是有经济的 你要让他咨询自己的经济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我们要发送的就是叫 Market Updates Information 就是我们每个月都有市场报告 Tribe的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市场报告 每个月的自己整理一份 跟你自己这个社区 发明 area 有关的 我们把它整理了 写成自己的信息 然后发到这个区内 因为人们会关心 跟自己有关的 如果你整个Tribe大的区域 很多人是不会关心的 还有一个是 Just Lease Postcard 如果假如说是 你有Listing刚刚卖掉了 一定要印一个 如果有Listing刚刚拿到 所以我们一定要印一个 Just Lease的Postcard 就让人们知道 这里有一间房子在卖 然后你是Listing Agent 如果你没有Listing 有的时候你可以问一下 在这个区内 如果是我们公司有经济 有房子List出来了 你可以跟这个经济商量一下 就是用我们公司的经济的 这个Listing 来发到所有的邻居 告诉他 这是一个Just Lease 还有下面呢 我们需要发一些 叫Newsletter Newsletter呢 就是会有关于这个社区 有什么样的新的活动 或者这个社区 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信息 你可以把这些 找一下网站 或者去社区中心 或者是去社区中心 去看一下 有什么活动 然后放到你的这个Newsletter里面 发给这个周围的邻居 最后呢 就是每个月 差不多每个月吧 都会有一些假期 所以这个假期的一个grading card 这些都是可以帮你去 在这个社区里面 他们的头脑之中 会给一些印象 哦 你是这个区的经济 然后呢 我还可以做的事情 是call the call 给这个发明area 其实call the call呢 已经不再流行了 但是通常呢 call the call 现在因为很多人家里 不再用这个住宅电话 而且很多人都注册了 Do not call 所以这个已经是 慢慢慢慢的会消失掉 下面是door knocking 等天气好的时候 其实可以做很多door knocking 这个door knocking 是可以拿到生意的 最好的机会 你如果把这个flyer发了 发了之后呢 你去敲门 昨天发的时候 你今天去敲门 然后就问他们 My name is Semi Did you receive my flyer Did you receive my postcard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用这个方式来 去那个给社区的人 让他们知道 你就是出现在他们面前 不需要特别的 问他们要不要卖房啊 买房不需要的 还有一些是可以发一些 这个door hanger 就是也是广告的一种方式 就是有一些这个 你可以印制一些door hanger 有的人敲门的时候 没有人 你可以用door hanger 还有一些是学校的一些 event 因为有一些时候 学校会办一些这个 一些这个活动 你可以跟学校说一下 你愿意做他的sponsor 问他一下费用 和这个标准的尺寸 这个post的尺寸是多少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可以 让很多家长 他们来的时候 会看到你 还有一些是可以 在那个community center里面 也有会有很多的一些广告 广告位 你可以花钱 在这些广告位里面 去做一些广告 更重要的是去花一些钱 给印一些这个 或者是准备一些 give away的promotion 例如这个笔 笔上面有你的名字 或者是冰箱上面的冰箱帖 有你的名字联系方式 这些很多人都会留下来的 好了 我们刚才给大家一些 就是idea 就是怎么样的开始 做你的farming 下面呢我们会继续 我们已经到 listing form overview了 今天的时间 我们还是可以很快的完成的 上面 上面一些东西 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 一些疑问呢 或者一些东西 希望探讨的 现在可以问吗 可以问呢 那是这样的 那现在covid-19期间 允许到knocking吗 尤其像frontal这种的 问的是非常好 其实covid-19的时候 是尽量按省政府要求 跟着他的要求去做 但是呢 其实我们还是会碰到 有一些人 他们会去做到knocking 但是非常非常少 尽量避免 因为这个疫情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 其实之前疫情之前 我看到很多的 我们公司的经济去做 疫情的时候 尽量是按这个疫情的要求 除了到knocking 你还可以做 寄那个flyer 你还可以去寄那个postcard 寄这些newsletter 可以用这种线上的方式 去甚至你可以去发一些 那个记得信 看到的post寄给他们之后 你可以设一个每个星期 比方说是星期 星期六 星期六的中午 比方说你做一个zoom meeting 一个月做一次 meeting里面包括了 如何比方说这一次请一个律师 来跟你一起做讲座 律师会讲一讲 在交接产权中的title的问题 下一次可以请一个银行贷款的 可以讲一讲 在银行贷款中 如果他们想换房 怎么样的可以帮到他们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种活动 让他们来参加 参加的时候 可以就是大家有更多的熟悉认识 他们知道你是谁 好吧 非常好 谢谢 那还有一个 就是刚才您说 那个像银行的人 他可能会给你的power of sale 这样的listing 那这个银行人是什么样的人 在工作工作 在银行工作的人很多 那什么样的人能给出 这种power of sale 你跟那个贷款经纪问 贷款经纪他们会 有时候给你去转件 哦 对 但是他需要会对你的资历 会有一些要求 因为毕竟他会 做这个power of sale的中间 有很多一些技巧 嗯 谢谢您 嗯 那我们 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的话 我们继续往下面 因为我们很快就可以 把今天这个 就得完成了 大家准备好了 然后这个区域也找好了 flyer也发了 那么平时呢 就是你需要注意的 就是如果随时有人 找你去listing的时候 我们需要准备什么表格 所以下面我们就把这个表格 快速地过一下 如果我们做listing的时候 是做freehold 那么通常我们需要 下面这几个表 一个呢 就是working with realtor 永远是第一个表 因为他介绍经纪代理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就是630 就关于fentrackID 要确保这个卖家 就是卖家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遇到过的一些例子是 我们有同事 从密沙家 跑到 密沙家 我们跑到这个叫 Maham 结果去了之后 发现这个业主 不是业主 是业主的亲戚 所以他没办法签这个listing 还有呢 最重要的就是200listing agreement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下面是290这个MLS data form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下面这个SPIS是一个optional的 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最后呢 是关于公司的一个new listing checklist 所以这是一个freehold 大家不需要去记的 因为这是我们公司网站 都有模板 当你点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地出来了 下面就是关于condominion 它会有一点点不同 因为它有管理费的 所以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些 跟那个freehold的不同的 但整个表格大体是一样的 只有一个291MLS data form不同 然后继续往下面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关于listing for condo 或者是那个freehold for lease 这个呢 其实list的大家觉得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会发现中间有很多一些 不容易做的地方 刚好前几天的时候 我有一个listing 这个listing呢 我就把这个listing去录下来了 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样的去做这个listing 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 YouTube Home Life Landmark Training 这个YouTube的channel里面 可以找到最新的一个视频 就是这个 然后继续往下面呢 是关于listing for lease commercial的 commercial表格跟residential差不多 这是名字会有一些不同 然后commercial lease 也是不同类别 这个在我们公司在那个MLS网站的webform里面 都有我们公司创建的模板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表记不住 最后呢 我们会快速过一下这个listing agreement 因为大家很多人 前的时候我发现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上面multiple MLS还是exclusive 很多人这里没有选 可能是有的时候没有留意 所以我们必须要选一个 如果放MLS 我们就选择MLS 如果不是MLS的 我们就要放到exclusive listing 但是你就是不能够两个都选的 而且我有一次问过Trab 因为有一个客户 他说他找十个经纪来签exclusive listing 如果哪一个经纪卖掉了 他就给谁 后来我就这个问题问过Trab Trab说是在同一时间 一个客户 只能够签一个exclusive listing 他不可以签超过一个以上的 下面是seller的名字 地址 然后这个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是listing的时间 必须是60天 不能够少过60天 我们有同事 给客户签的时候 客户说我只要listing一星期 他就签了一星期 最后放MLS的时候发现 最少60天 最后他就自动的延长到60天 结果客户一星期之后 就拿着listing agreement来公司说了 找了 他说为什么 我们签的是一星期 放上来的是一个两个月 后来要跟客户解释 然后下面的第二条 中最多人犯的一个错误 是total commission total commission呢 是第二条的total commission 是总共收多少佣金 而不是有的同事就 因为这是我们公司的佣金 像比方说我们收5个percent 那么total就是5个percent 对方2.5 中间那个余额就是 我们公司给你的 有的人就是总共收 比方说1个percent 那这里应该是3.5 结果有同事就写了total1percent 给对方2.5个percent 然后这个卖家呢 以前也做过经济 所以他就没有指出来 到交接的时候 他就说我总共支付给你们公司1.5 给对方2.5 2.5的就是你们经济 要自己负责了 所以这里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 另外一个所有的这个佣金 是要包括HST的 这里有一句话 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签名的就很简单 所以这就是一个整个流程 准备第一个表格 working with Realtor 然后fntrack ID Leasing Agreement MLS Data Form 还有一个SPIS 这是Option 好 因为今天呢 我们就是 大概就是跟大家介绍 这个三个部分 因为下个星期 我们会具体的 开始找一个房子 怎么样的去准备 这个listing MLS Data Form 哪个地方的信息 怎么找 怎么填 我们还有一个 怎么样的给房子定价 我们会在下个星期去讲 是listing的第二步 listing的第三步 我们会在下下个星期讲 怎么样的去卖家那里 做这个listing presentation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哎呀 这个很害怕 很担心 不知道怎么去讲 讲什么 准备什么 第四堂课 下下下个星期 我们会讲一下 如何做open house 这个看情况 因为如果假如说是 因为最近open house 也是疫情不能做的话 我们可能会 就到那个open house 就会停掉 就不做这个open house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 初步的给大家介绍 怎么样做listing开始 希望大家能记录 第一个 现在开始找你的联系人 去从熟人市场开始做 然后呢 这两天你想一想 准备在哪一个区域内 做一个farming area 开始做你的farming 如果大家随时有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把信息给我 或者联系我 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过一下 看怎么样的开始 好不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会 比较这个早一点结束 因为今天外面天气非常好 很多人都在外面 估计出去了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一个问题 一般来说就是说 你去见客户的时候 你带着这些foam过去 跟他谈的吧 但一般来说 你是当场给他在paper上签呢 还是回来以后 像你刚才讲到的 你做的那个 那个lease的那个 你就是在网站上做好 发给他电子签 这个问题是根据这个技术的改变 现在已经变得很容易了 以前的时候 我们做的通常都是去TRAP 买一个13份的表 就是你写一份 后面有两份都可以有copy的 因为当时这个电子签的技术 还不成熟 所以我们是买那个表 买了之后 直接带到客户那边去 当时把东西填好 他一签字就完成了 因为现在呢 其实是电子签非常发达 我们可以跟客户见面的时候 之前把这个文件都准备好 如果客户当时没问题 即刻用电子签 就可以给客户签了 所以大家需要做的 就是练习 怎么样的快速的 用这个电子签 如果你不是很熟 没关系 可以跟他们讲 你回头 就把那个电子签的文件 发给他们 现在就是说 当场在paper上签的 就比较少了 现在paper上 基本上就很少 很少有人用了 除非有的一些是 他们不愿意 或者没有 提到人家 他们愿意用这个纸签的 很少很少了 就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我刚才看完了 你那个 例子的那个 录像以后 我不太清楚的是 关于那个 例子commission HST也是要 那个 要交的 对吧 对 HST永远 commission都包括 都需要加 HST的 因为那个 那个form上面 那个HST 那个commission 那一条里面 他们就没提 HST 然后在后面 写了几条 写了一条 说all tax applicable 什么东西 对 你如果看listing上面 他写的有 所有的这个金额 是需要加 HST 加税的 嗯 OK 另外有个问题 我想看到 有几家 他可能准备 卖房子 那我如果找到 他的信息 我想给他打电话 我知道 因为上课的时候 两个股公司 还有政府 他有那个 Do not call list 像我们公司 网站上 哪里能看到 这些东西 怎么查这个 哦 是看到什么 Do not call list 哦 Do not call list 我们已经不再用了 因为以前 我们注册call list Do not call 很多年了 因为他 有很多号码 他有416的 905的 647的 289的 43 现在又多出来 很多号码 因为每一个号码 你都要注册 但是注册的 所有的号码 他都是给予 那个叫 Landland 就是Bell 或者Rodgers 的Landland 结果现在很多人 用了手机 你是没办法 去抓到他们的 哦 那那我想 给他那个方式 打电话的话 我就不知道 能不能够打 如果你认识的人 没问题 或者是你知道 他电话码可以打 但是如果像以前一样 有的人就是一条街 比方说拿到一个 都拿到靠东西 然后去一条街的去打 现在已经 不是一条街 但是也不太认识的人 那你可以打的 没问题的 啊 我就因为看到他 比如说在做照片 最好的方式是你 注册那个Zoom 因为Zoom是免费的 注册Zoom之后 用Zoom的一个meeting 而且你用电脑 可以打开MLS 他们要查什么资料 要问什么问题 你随时都可以来 给他们掩饰的 这个Zoom是非常的好 嗯 好的 那么其他同事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我还有个问题 Semi 就是怎么跟这个客人去谈 假设是他想 跟你签了listing的话 那怎么去谈 是否拍照 是否staging 拍照是肯定了 是否staging 是否花钱cleaning啊 什么的 或者装修 简单的装修 这个时候我们会在 下周 第三次的时候 怎么做listing presentation的时候 会有一些解释 哦 那好 对 我们现在这一次 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说是你会给你一个 让你知道 就是说 我拿到牌照了 或者我做了一段时间的 那么我现在需要做什么 因为很多人 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现在就是 给大家一些实战的 怎么去做 嗯 那还有刚才您跟那个 上说的 呃 用zoom meeting 还可以显示 那个那个listing的 那些东西 那这个zoom meeting 怎么去跟这某一个 特定的人去联系呢 那是 那他也不认识那个人呢 对 所以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 如果你认识这个人 你设立一个zoom meeting 把这个ID 密码发给他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刚才说的 你可以每个月 设一天时间 在你发明的区域里 做一个zoom的讲座 这样的话 他们看到这个东西 对他们有用 他们想学到一些东西 知道一些信息 他们会加入进来的 嗯 那这样的话 那就有 有限制性 就是说 你发这个 这一个area 那你可能 你找的 律师是中国人 他可能 更喜欢说中国话 或者是找一个 那个装修的 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还是说中国话 没有 这个不是一个问题 其实第一个 我们所有的zoom meeting 如果你做farming 你必须要全部用英文的 嗯 全部用英文的 除非你会设一个时间 这里的中国人很多 你设一个 比方说是上午 11点钟到11点半 是有一个英文的zoom meeting 然后下午1点钟到1点半 会有一个mandarin的zoom meeting 哦 对 这都是可以去做的 好 谢谢 好 其他同事 如果你们没有问题的话 记得刚才 告诉大家的一个 告诉大家的这个 怎么样的开始 快速的开始你的生意 啊 快 好 第一个呢 就是 记得 嗯 记得就是从这个 你认识的人 第二个开始farming area farming area 刚才我们也讲过了 这个视频我们会录下来 所以如果大家 还希望再看的话 我们会把它放到 呃 YouTube里面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 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 呃 开始去动手去做 而不是 听到了之后 还停留在这里 好吧 我们下个星期 天 1点钟 还是这个时间 我们会到时候再见 好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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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